Hello,大家好,我是Josie,我是一个social work counselor,我是一个社工和咨询师 今天呢,要分享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当一个好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或者是这样的话题产生 是因为在我的工作当中,特别是在我工作的初期 常常我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家庭 每次在访问一个新的家庭,或者是我不认识的家庭的时候 我都会超紧张,因为我很害怕他们讨厌我 我很害怕我走进去是一个坏人的角色,很怕被拒绝 然后我也很害怕我自己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积极的改变 或者是一些积极的想法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这样的想法给我超大负担 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去跟他们沟通 很自然的做自己,或者是很自然的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 我发现当我在很想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 对方的家庭有时候他们会很紧张 因为我很紧张,所以对方也很紧张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会利用我想要当好人的这种想法 然后来做一些跟我期望相反的事情 所以说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疑问 就说大家压力不会很大吗? 我们在做儿童保护的时候,难道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人吗?好人 但其实特别是像我们亚洲环境下长大的我们啦 大部分的我们呢从小就被教导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你长大要成为一个好人 那我就会想说什么是好人 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遵纪守法的人 还是说你不会去主动伤害别人的人 其实我有问过我妈啦 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好人 然后长辈会跟我讲说 我家长辈就说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啊 然后我就会问为什么大家都是好人 其实问到最后都没有答案,这种好人的定义在我看来有点像是一个社会的定义 社会结构的定义,或者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定义 就是大家都要符合那个标准才能融入集体的感觉 但是我会发现因为宇宙之下的能量 宇宙之下都是能量和震动 就是如果有对灵性稍微有兴趣的人都会知道说 宇宙之下全部都是能量和震动 其实并没有你一定要是好人,你一定要是坏人 我们的好与坏,全部都是一种震动方式而已 然后在我们每一个人啦,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震动频率 然后比如说当我是这样的震动频率 我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和他之间的互动 我和他之间的这种dynamic有可能会让他喜欢,或者是让他不喜欢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 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一定会是一个好人 所以后来我就放开 其实在这个当中我还有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大家到底是怎么投射就是我们和别人的 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 因为其实我想很多亚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 都会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和别人好好相处 哈喽 我们一定要和别人好好相处 但是我有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会问别人 我会问我的朋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我们常常会问我哪里不好 你告诉我我会改 我这里不好你告诉我我会改 但是我们很少很少有人有问到我的朋友 就说我哪里好 你告诉我我哪里好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 其实我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问别人我们哪里好呢 然后我就问了我的朋友 但是我朋友就是很惊讶的问着我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就是我 我没有变 我没有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我自己 做事情的方式 谈吐的方式 我从来就没有变过但是我很好奇我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 令人惊讶的是我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去就去问问看你的朋友说 你哪里好他们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为什么喜欢你 我觉得我们很少会有人这样做啦 所以说我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说的是 因为他觉得我人品很好 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所以呢他来跟我做朋友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说他在我身边 哈喽 他在我身边 他会感觉到很平静 他会觉得我随时都在鼓励他 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跟他说的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好像天大的事情都没关系 就是 Nothing is a big deal Nothing is a big deal 他就很喜欢这种感觉 很平静的感觉 还有人呢就说 我是一个给他感觉很开朗的人 是一个活到 哈喽 是一个活到 他觉得我是一个活得很有生命力的人 然后他很向往这样的生命力 现在光线是不是有点逆光 我们后面太阳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太阳出来 那就逆光吧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呢就会跟我讲 这个答案超让我感动 他说的是 我跟你当朋友这么多年 就看你经历了那么多东西 但是你可以越活越简单 越活越纯粹 他说我很欣赏这一点 所以我愿意跟你做朋友 就是这么简单的四个朋友 都会给我非常不一样的答案 即使我在他们面前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就证明 我们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是好人 可以是坏人 但他决定的在谁 他决定的是在我们双方相互沟通的频率 以及频率互动的方式 以及互动的方式产生的这个频率 投射在别人主观意识世界的 这整个过程 然后后来呢 我去跟我工作当中 我就放开了 我说你认为我好也OK 你认为我不好也OK 我grounded 我就是我 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工作 这件事情是我要跟你谈的 我发现当我放开之后呢 我的工作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讨厌我的人 也出现了很多特别喜欢我的人 我有遇到非常对比很鲜明的家庭 就是有一家人 他觉得我的这种做事的方式 他超讨厌 他看到我就会骂我 他甚至会不接我的电话 拒绝和我合作 用尽了各种方法 但是他就是不一样 但是有另外一家人呢 这个妈妈很让我感动的 就是他曾经 很多很多的这些人 就我们单位的同事 可能跟他合作都合作不太好 但是他有哭着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会想到第一个打电话给你 你要打电话给一个政府机构的人 真的是需要他信任我 我很开心 就是可以很真实的 真实的我放开的情况 和别人去交流 我觉得在我把我自己 从好人的这个框框里面 拿出来之后 反而会看得更清楚 和别人交流会更正实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害怕被拒绝啦 我们也很害怕被讨厌 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会不自觉的去迎合别人的需求 甚至把别人的需求 放在我们自己之前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在他们的眼中 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定义 是我们要的吗 我们的价值要放在别人眼中吗 每个人对好人的定义不一样 我们又不是百变万花筒 可以变出那么多的好的定义给他们 所以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定义来限制 限制自己呢 好不好没关系呀 我们在别人眼中好不好没关系呀 如果别人讨厌我们随他去吧 他要骂随他去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核心是什么 我的人生价值不是活在他们的定义当中 我们的价值不是在社会的定义当中 不是在别人的定义当中 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动摇自己 因为这个本来要决定我们 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是什么 就是一件很复杂的能量互动和还有主观意识投射的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啦 总结啦 就是在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前提下 不要去在意 不要去care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不是好人有没有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那个效果都不重要 因为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复杂的过程 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自己 好啦 今天就是今天的直播 今天又做一期直播也太好了 谢谢大家来捧场哦 拜拜